20岁壮远深染怪病,15万次投篮也治不好,或成6年来第二个水货去年选秀大会涌现出须多值得期待的新秀,比如榜眼秀鲍尔,碳花秀杰森塔图姆,13号秀米切尔等等,尽管都是出出茅庐的新秀,但他们却在球队中争取到极其重要的角色,反倒是壮远拉玛克尔·富尔茨,成为了十之无味的鸡肋, 新秀赛季仅出战14场,场均只能得到7.1分,3.8个篮板和3.1次助攻,投篮命中率41%,三分球只出手一次,未能命中,大部分时间,富尔茨要么就是被血藏,要么就是在养伤,季后赛,富尔茨仅出战三场,场均只能得到1.7分,1.0个篮板和1.7次助攻,投篮命中率仅为14.3%, 赛季结束后,富尔茨被诊断患上罕见的一普症,一种运动障碍方面的疾病,会导致患者肌肉无意识收缩,从而失去以前的投篮记忆,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富尔茨在新秀赛季的表现会如此挣扎,此外,富尔茨肩部疼痛的问题也是影响投篮稳定性的主要原因之一, 据了解,富尔茨肩部疼痛主要,是因为他肩胛骨动力稳定性失衡,导致肩关节发生撞击,疼痛会伴随富尔茨每一次投篮,这也使得他不得不调整投篮姿势,以至于富尔茨直到现在都无法找到最佳的投篮感觉, 休赛期,富尔茨的训练师宣称,富尔茨完成了15万次的投篮练习,通过几段视频可以,看出,富尔茨的手心有了很大的改变,糊度也比之前提高很多,在连续投篮过程中,命中率很高,而且还有很多距离三分线一步的练习,然而,回到赛场之上,富尔茨的投篮包又丢了,在今天的首场揭幕战中,富尔茨受发出战, 24分钟,几头进二中,只得到5分,正复持16全场最低,能够看出,76人的主帅布雷特·布朗还是十分看重富尔茨的,他的球队和战术体系也需要健康的富尔茨区丰富,在大学征战期间,富尔茨也是一位高产德分手,他场均能得到23.3分,并且3分球命中率接近42%, 在他与西蒙斯·恩比德的带领下,76人绝对是最值得期待的球队之一,可惜的是,就在76人满怀希望的时候,富尔茨却因为无法兑现天赋而饱受争议,现在的他已经不光是投篮的问题,他的自信心也在一点点被摧毁, 就像2013年的状元安东尼·本内特一样,舆论的压力,自信心的不足,伤病的不期而遇,他们一个个的去冲击站在聚光灯前的状元狼,稍有不慎跌落的就是万丈深渊,如今的本内特就已经在NBA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, 尽管球队输掉了比赛,富尔茨也没有找到状态,但相信76人主帅布朗会继续给富尔茨机会,帮助他找回属于状元的荣光。